不就是个送快递的吗 你怎么这样 我儿子是名牌大学毕业的 他一个月工资两万多 我们家好几套住房呢 光车两辆 原来在这之前 小区的快递员近期经常丢快递 起初丢几件小件被投诉赔点小钱就算了 可是后来丢的越来越多 虽然说都是不值钱的 但快递小哥负担不起客户的投诉 于是来到警局报警 经过民警对摄像头排查终于锁定了嫌疑人 最终把嫌疑人抓住 可小伙到了警局啥都不肯说 唯一的要求就是给他妈打电话 松开现在是不可能的 他儿子是人赃俱获 人证物证都有 可女人还是有点嚣张 快递小伙耐心的给女人解释原由 可他非但没道歉还出言侮辱 不就是个送快递的吗 你怎么这样 女人不管怎么说就是不相信自己儿子会去偷快递 民警随后直接把脏物拿了出来 民警的处理意见是 小伙向快递小哥诚恳道歉 然后把钱赔给快递小哥 肯定会争取给他宽大处理 面对女人无理的要求快递小哥不想再追究什么 钱也不要他们的了 只要民警给他开个证明 证明快递是被他偷走了就行 这样他也好给客户一个交代 女人非但没有认错道歉 甚至直接侮辱快递小哥 这下更加不可能和解了 女人觉得这些快递没值多少钱 儿子没必要去偷 街道办的同志和民警都快无语了 一听到要拘留 女人瞬间有点慌 儿子也跟着慌起来 可女人却认为民警是在滥用职权 宣称要找律师告民警 民警根本没怕他 就让他去告 此时故事民警态度变得坚决 之前还是在协商阶段 想大事话聊小事话无 而现在只能依法办事 女人见真要行事拘留开始慌了 因为如果要是留下案底 那对以后的影响就大了 于是女人找到这里德高望重的王叔 想用王叔的面子把儿子捞出来 民警和王叔解释完前因后果 人赃据获 证据却凿连监控都有 女人也开始服下软来 可民警说现在有点晚了 你最不应该的就是拿钱砸人的快递小哥 太对人侮辱了 这些你怎么没跟我说呢 王叔瞬间明白过来 他要是再帮下去 自己的名声就要毁掉 于是气愤离开 结果就是儿子真被拘留了几天 你怎么找人呢 我儿子今天从派出所出来 他们单位就给他打电话 说要开除他 是你害了他 明明是他儿子自己偷了东西 才造成这样的结果 女人反倒埋怨起社区书记 认为一切都是书记联合快递员 算计他儿子 刚好社区民警经过这里 民警一再向女人解释 是他儿子的问题 不该怪到别人的身上 可女人还是蛮不讲理 情绪非常激动 他认为民警偏袒书记 忍不住的他又动起手来 然而当真正要拘留他时 女人又舔着脸向民警求情 王叔都觉得女人真的太作 这次真的很过分 可见女人的态度还是没有好 觉得什么都可以用钱解决 如果这回你不认认真真给人道歉 取得别人的谅解 要不然真得进去 女人这回可能真的知道错了 一个劲的说要向书记道歉 随后人也到了 女人凑上去就和书记道歉 大人不计小人过 要是不解气的话 打他一巴掌都可以 女人认错的态度不错 书记也快原谅了 但书记提出一点意见 说他家孩子可能心理上有问题 女人觉得自己儿子偷东西 真的不是故意的 于是书记随后说出了 除了之外他儿子的偷窃案例 不信的话可以调视频监控 结果两个人越说越火 民警也顿时头疼起来 两人也不欢而散 几天过后 女人的儿子又从超市 拿了没付钱的东西 女人紧张地查看 生怕又出什么事情 恰好社区书记就在附近 书记赶紧把小伙送进医院 因为送的及时 小伙脱离生命危险 也是经历了这次事情 女人才真正知道是自己的错 他向书记诚恳地道歉 书记也原谅了 但你们看来 或许这样的情节过于狗血 认为现实中没有这么离谱的事 但我想说 你在抖音上看到的离谱事件 哪一件比这件事小